为什么网友力挺崔永元,这不是偶然? 此次崔永元吐槽娱乐圈女星的事件正在持续发酵,众人不遗余力挺崔永元,这是为什么呢?娱乐圈从来不缺绯闻,也从未太平过,而此次崔永元怒对某女星的事件,其实只是撕开了娱乐圈不为人知的一些内幕的冰山一角。 影视作品作为传媒的一个主要载体,其艺术性、商业性、科技性和意识形态性都应该围绕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传承和丰富人们精神生活,提高国人的综合素质。 而现今的娱乐圈也确实存在和充斥着一些负能量的东西,同臭味也愈加能重,已渐渐偏离和失去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目的。 正如崔永元在微博发文四谋女星,你不用表演,你是真烂,顿时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力挺和支持。 一,偏离了弘扬传统文化的主线,忽略了把传播浩然正气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目标。 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如今的娱乐圈更是各式新闻层出不穷,抗日神剧,明星吸毒,炫富救驾,逃税漏税等等事件屡见不鲜,这些明星传递给社会的效应恰恰示范的。 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修身力得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途径。 作为一个大众喜爱或者接受的明星,是不是更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给大众一个阳光的正面的良好形象,而不是在金钱的漩涡里追逐名利,忘记了一名优秀演员应具备的优秀品质,一部电影的薪酬竟然高达千万,而那些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一辈子的工资可能也达不到。 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天人和协作为传播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及每一个国人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自觉性、积极向上、勇往直前、奋发图强,国家才能越来越强大。 而这种精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自古以来就受到广大有识之士的重视和倡导。 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影响了整个民族文化和精神活动的走向,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它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邻的精神动力。 小编以为不管是哪个行业那个人,一旦偏离了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主线,千千万万的吃瓜群众是不会答应的。